大家对以色列有什么印象 国土狭小 世界唯一的犹太人主体国家 但别小看它 这个国家可是有着自己的核武器 且还是中东地区研发中程弹道导弹 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 但今天我离军要聊的却不是这些 而是以色列最弱小的海军 相对于陆军和空军的强大 海军相对于以色列这种地中海沿岸的国家 要弱小很多 以海军的作战人数只有9000人 了不起动员后能过万 海军陆战队更是只有300人 虽然以海军的人数少 但是他们的实力却不可小视 据最新消息 以色列国防军21日发表声明说 以海军成功测试了加百列5号 新型远程反舰导弹系统 该导弹系统以以色列海军国防部研发部门 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联合开发 于8月进行了测试 据公布的视频显示 加百列5号新型远程反舰导弹 自萨尔6型护卫舰上发射 成功摧毁了一艘目标靶船 证实了加百列5号 具有摧毁多种目标的优越能力 能够在多种海空条件下 飞行数百公里 可有效防止和摧毁广泛的目标和威胁 这一导弹系统确保了以色列海军的区域优势 和以色列国防军的海上优势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截止到现在 都不知道其外形和性能的加百列5号反舰导弹 和以色列海军究竟拥有多少海上力量 加百列5号是以色列自新世纪初以来开发的第五代反舰导弹 是准备用来取代RBS-15SF和MBDA飞鱼反舰导弹的 但以色列一直对其外形和性能进行了全方面的保密 即便是今年9月份进行的试射测试中 依旧对反舰导弹进行了遮挡 并没有暴露导弹的弹翼细节 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导弹的全景照片 也就是2018年芬兰国防部决定采购加百列5号反舰导弹 来装备分兰海军的轻型护卫舰 并与IAI达成协议后 我们才了解到了一些有关加百列5号反舰导弹细节特征 加百列5号是一种亚音速的反舰导弹 安装了有缘雷达导引头 具有先进的抗干扰 全天候宽搜索范围 以及良好的搜索识别目标能力 改型导弹全长5.5米重1.25吨 尾部安装有固体火箭助推器 加上采用涡轮喷气发动机 它的射程评估在200到400公里 而且因导弹中段配有GPS INSD做导航 能够预设多个航路点 配备的双向无线电链路 还可以进行实时的目标坐标信息传输 使用半穿甲战斗部攻击目标水线位置 还可以打击陆地目标 至于加百列5号的全景照片 火力军搜刮了一遍相关信息发现 2018年12月16日 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长 本雅明内塔尼亚湖在参观了 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后 发布了某种导弹的照片和视频 而那大概率就是加百列5号反舰导弹 这种导弹采用了加百列家族 惯用的圆弧锥形头部 圆柱形的弹体 X型布局弹翼加T型尾多 且都不可折叠 但是根据流出的导弹结构模型中 其弹翼又是可折叠的设计 导弹腹部下方 还装有固定式皮托管进击道 这让关注加百列5号反舰导弹的朋友 充满了疑惑 根本就不知道其究竟长什么样子 直到2019年12月18日 芬兰海军公布了 其购买了加百列5号反舰导弹渲染图 我们才有了大概印象 但紧接着问题出现了 芬兰海军公布的导弹外形 跟内塔尼亚湖参观那枚导弹完全不一样 反而和2022年22月 新加坡航展上亮相的蓝毛第五代反舰导弹布局一致 这又让我们产生了不少疑惑 加百列5号究竟长什么样子 我们知道蓝毛反舰导弹是IAI公司 和新加坡的ST Ignorating联手开发的 该型导弹同样如18年那枚一样 采用圆弧锥形头部 圆柱形弹体 窝盆发动机与固定式进气道 弹体头部右侧有外身天线或空速管 但是其弹翼的布局却有了较大的变化 在蓝毛导弹的弹体上方 延伸出了一长条导线类条 其弹体中 弹翼采用了特殊的X型布局 上部切尖T型弹翼与水平面夹较较小 下部弹翼与水平面夹较较大 类似于八字型负旗 都向后折叠 另外在尾多之前还有四片小T型异面 尾多可向侧面折叠 均采用正常X型布局 从而呈现出一种类似巡航导弹的结构 更侧重于远距离巡航 其作战任务因其配备了150公斤的高爆战斗部 能够达到高压音速 且射程有290公里 因此能在沿海公路和陆地环境中攻击目标 特别适合在有干扰或者拥挤复杂的环境下使用 而今年9月份 以色列试射的加百列5号反舰导弹 从测试视频中可以看出 导弹露出了前身的导弹类条与空速管 但却完全不符合2018年那枚导弹 反倒向蓝矛反舰导弹 因此有没有一种可能 加百列5号和蓝矛反舰导弹其实是一体双构型呢? 以色列人一手自用型遮遮掩掩提供神秘感 一手外销版改个名字大量销售呢? 火力军就等答案揭晓的那天了 而其发射载体萨尔6型护卫舰是以色列新一代海军装备 一共有四艘且全是基于MACO A90外贸护卫舰打造的 该级护卫舰舰长90米 舰体宽13.2米 高21.5米 标准排水量2000吨 满载排水量2200吨 动力系统采用增强发电机的柴柴联合动力系统 安装两台各9924马力的德国MTU20V 1163 TB93柴油机 最高航速26节 最大航程2500海里 自持力有10天 该件还配备有船尾机库和直升机甲板 可用于容纳SH60海鹰直升机 采用有源相控阵雷达 NS9005电子战系统 以及大功率多波数阵列发射机和DRFM技术 使其能在250千米内搜索战斗机目标 100千米内搜索高空火箭弹 能自动锁定25千米以内的掠海反舰导弹 并自动探测数百个目标 而相对于该级舰艇的吨位 其武器系统才是它的特色 萨尔6型堪称护卫舰里的武库舰 其有一门隐身外形的奥托梅莱拉76毫米超快速舰炮 两门安装在台风遥控武器站上的25毫米机关炮 以及一组32单元巴拉克8 中程防空导弹的垂直发射单元 另外 其直升机库两侧还各安装了一组20连装 共40单元舰载铁穹进程防空导弹吹发 两座可发射MK54轻型反潜鱼雷的324毫米鱼雷发射管 以及四组四连装16枚反舰导弹 可见其战斗值充沛到爆棚 而以色列之所以将这么多武器和系统捆绑集中在异形护卫舰上 大概率是为了保护他们在地中海中的利益 因为以色列国的75%的发电量 都是由以色列水域内钻碳的天然气提供的 而以色列国家附近的其他国家的各种低价值武器 都可以威胁到这些钻井平台 所以萨尔6型护卫舰才有了这么多的武装 除此之外 以色列海军还有三艘萨尔5型护卫舰和8艘萨尔4.5型导弹艇 前者建长85.6米 闲宽11.9米 标准排水量1075吨 满载排水量1227吨 采用柴油机加燃气轮机动力 最高航速高达33节 当以20节航速时 续航里程能达到了3500海里 后者 舰长61.7米 舰宽7.6米 满载排水量488吨 最大航速31节 由以色列海法造船厂建造 其挺身后部安装有一座直升机机库和相应的航空甲板 能保证一架海豚直升机的驻艇使用 只不过萨尔4.5型导弹艇已经落后于时代 目前以色列正在研制新型的萨尔72型 未来将由这型舰艇替换老旧的萨尔4.5型 另外在水下 以色列海军拥有5艘海豚级潜艇 且都由德国哈德威造船厂设计建造 其艇长57米 宽6.2米 高6.8米 水上排水量1454吨 水下排水量1720吨 最大下潜深度有350米 水下航速22节 在武器方面 拥有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4具650毫米鱼雷发射管 全舰共备有14枚DM-2A3 海豹533毫米鱼雷或伯利恒巡航导弹 值得注意的是它能搭载核弹头 以色列这五艘海豚级潜艇是分为两批交付的 一批为三艘 是在德国出口型的209型潜艇的基础上 开发出来的一款潜艇 以色列人将其进行了大量的改装 并加大了舰艇的内部空间 因此看起来才完全不像209型潜艇 第二批是装有AIP的改良型为两艘 2006年增订两艘装有 崛起动力系统的改良型海豚级 到了2011年 以色列再度追加一艘 因此以色列未来会有三艘海豚级 三艘装有AIP的改良型海豚级 只是有一艘还在生产 所以才是五艘 总的来说 以色列海军相对于陆军和空军的庞大和强力 显得规模十分有限 且是以牺牲远洋作战能力 来谋求在较小的舰体平台上 装备更多的武器系统 从而形成更强大的对抗打击能力 所以如何快速形成近海防御 可能便是以色列海军装备发展的主要思路 好了 关于加百列五号反舰导弹 以及以色列海军武器装备 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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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再见 normalmente是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